真不知道是哪个狂妄之徒,竟敢藐视我等。 就是,走,进去瞧瞧。 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刻被打破,百余人全部朝着仙山内看了过去, 而此时,在仙山之中,有这一处灵犬所在,浓郁的元气便是从此处溢出, 而这灵犬并非天然形成,而是这里曾经应该是一片战场, 在此处战死了无数斗神强者,陨落之后的尸骨以及元气海慢慢渗透进此地当中, 最后从泉水之中溢出,而在那灵犬当中正盘坐着一道身影, 如黑洞一般疯狂地吸收着这里沉淀而下的清纯元气, 这里的元气被肥肃吸收,当一众人浩浩荡荡地赶到灵犬之时, 周遭的元气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,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汇聚在了硝烟的身上, 尔等找死,这是我刻骨动天先行发现, 抢夺资源也得有个先来后到, 进行这般苟且偷窃之事,无耻之徒, 刻骨动天一个个凶神恶煞, 那目光死死地盯着泉水中的身影, 不过后者始终闭着眼眸, 未曾理睬他们半句, 见到灵犬中盘坐移动不动的身影, 顿时间众人火气涌动, 挡起便是有人向前一步, 欲要出手, 不过在距离灵犬约莫十几章的时候, 固然身形莽然一致, 而后静止坠落, 旋即更是一大口鲜血喷出, 气息颓靡, 似乎连站起来都困难, 众人见状纷纷一惊, 顿时眼神惊恐地看向了灵犬中的那道身影, 此刻能够明显地感觉到, 周遭原本浓郁的元气变得逐渐淡薄, 全部都被灵犬当中盘坐的那道身影给尽数吸收, 众人皆是无意再敢向前, 与此同时, 灵犬中的身影缓缓地睁开了眼眸来, 眼神冷漠, 而后缓缓地站起身来, 众人纷纷脚步不由地接着往后移退, 目光有些惊恐地看着硝烟, 因为当硝烟睁开双眼的一瞬, 他们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威胁, 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紧促起来, 在众人心跳加速畏惧之时, 灵犬中的身影, 震起身来之后, 朝着众人一步踏出, 所有人心中暗道一声糟糕, 心说, 今日恐怕要栽在这里了, 不过此时, 红缠一声, 这颗空间我一致已颤吼, 那道身影便是暮然消失不见了, 从而留下一脸错愕的众人, 确定这道身影离开之后, 所有人这才纷纷长松了一口气, 方才, 那人至少是一名八星度神, 而且还拥有着相当强大的灵魂之力, 好险, 还好去不是试杀之人, 否则我等今日的性命, 都得留在此地了。 元气虽然不多, 不过确实非常精准, 方才先身灵犬当中, 夺取元气的身影, 不是别人, 正是硝烟所为。 此刻, 硝烟并没有停息, 而是在这颗天干超星的半空之中继续挤持, 似乎在寻找元气浓郁之地, 不急不缓地提升着自己的实力。 当然, 硝烟来到这颗天干超星的真正目的, 并非是提升本尊的元气底蕴, 毕竟这样的提升效果, 还是有些捉襟见肘, 速度上也完全达不到硝烟心中所想。 冰运兔也是对此十分不解, 却只能无奈地跟在硝烟的身后。 这颗天干超星非常庞大, 以硝烟如此悠闲的速度闲逛着, 估计要逛完整颗天干超星, 起码要筹过十年以上的时间。 冰运兔也不知道, 硝烟心中到底在思索着什么。 硝烟始终都是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。 直到半年之后, 硝烟盘坐在某山谷之中, 驾巧吸射完这里浓郁的元气, 豁然目光为一灵, 立刻将自己的气息隐蔽。 不多时, 远端便是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。 硝烟盘坐在山谷之中, 抬头朝着空中望了过去, 而后, 呼啸声越来越近, 直至从他头顶掠过。 硝烟健壮, 眉头微微一皱, 难难道。 又是猎神宫吗? 方才从他头顶呼啸而过的黑影, 正是硝烟已经感到熟悉的飞兽。 这些飞兽, 似乎是猎神宫那些猎神者独有的座器, 每人都配备有一只飞兽, 似乎这标志着他们来自于猎神宫, 寻常人等见到飞兽后, 对猎神宫都是十分忌惮, 对他们自然也就毕恭毕敬。 呼啸的声音已经远去, 硝烟这才站起身来, 拍了拍衣袍上的尘土, 神雄缓缓升空, 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。 不过, 在远端传来了一声女子的尖叫声, 硝烟目光顺着声音看了过去, 只见方才的飞兽停下了, 此刻手掌死死地掐住了一名女子的脖子。 你不是说此人就在附近出现过吗? 你在骗我? 飞兽上的身影冷哼一声, 五指用力, 女子的脸颊胀红, 好似要将其生生掐死。 而这名女子硝烟认识, 途中硝烟也会停缓下来, 融入这片世界之中。 这女子是一支拥兵团, 力许魔兽为生。 不过之前, 顺手将其从凶兽血口之中救下而已。 没, 没有, 猎护者大人, 他真的救过我们? 女子迫于无奈, 艰难地开口。 你确定是他? 身影手中有着一张画卷, 上面绘制着硝烟的模样和特征, 特别是身后背负的跋簧玄中尺, 特征十分鲜明。 我确定。 女子挣扎着, 眼看着女子似乎要断气了, 这才一甩手将其扔开。 十日内, 若再寻不到, 那我便娶你性命来敌。 身影朗哼一声, 目光隐朗地看着女子。 飞瘦之上的身影说完, 便是准备再度起身, 继续寻找画中之人。 不过, 当他抬起头之时, 不知何时, 在他面前赫然出现了一道身影。 一袭黑袍, 背后背负着一柄体型夸张的锯齿, 和他手中还没有来得及收起那画卷上的人物一模一样。 飞瘦上的身影, 眼通骤然莽缩, 不光顿时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道身影。 你, 在找我啊? 萧嫣此刻缓缓地抬起头来, 一张冷峻的脸庞, 和深邃至极的毛子, 平静地看着飞瘦上的身影, 轻声开口。 抬手扔给了女子一个玉瓶, 里面装着疗伤丹药, 女子目光一时有些呆滞地看着萧嫣。 她背叛了萧嫣, 但没有想到, 对方似乎并没有怪罪于她。 去吧, 你也只是为了生存而已。 萧嫣平淡开口, 女子文言当即反应过来, 对着萧嫣重重拱手抱拳, 而后迅速化作长虹, 远离而去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, 本集播享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。 好的。 感谢观看